在選舉結束之後 在指定的時間 所有參選人都要向選管會提交一份 它相關的開支的詳細報告 如果它有隱瞞或者漏報 這些都是可能會觸犯選舉條例對頭 關於如何規範管理開支的規定 這個趙嘉儀就開宗名義說明要做他們的代理人 當間也質疑 這次他們的35家選舉這麼大規模 它的經費是怎樣來的 根據選舉條例規定 任何參選人只要他正式向公眾宣布去參選 他們所有的經費都要計算進去 舉個例 例如是他1日參加這個所謂的35家初選 接著他7月14日 他正式去選管會報名參加 計算是由他正式在7月1日專門參選 就要所有相關的經費都要計算下去 無論他贏輸或者中途退出 他都是要向選舉會提交一個詳細的報告 關於他一切的代支 很簡單 例如他用灰紙機的灰紙機 他都要報上去 那些都是一種費用 或者他印單張 他印了多少 還有他的義工 他沒有提供過犯賊 就算是細數 總之所有的費用 他轉身的他都要報出去 所以如果是沒有報 選管委員會發現了 他就是可能觸犯了這個選舉條例的規定 選管委員當然是根據這個選舉條例 當中包括有這個選舉舞弊 以及非法行為的條例 看看他們有沒有一些舞弊 或者非法行為 如果有涉及這個會選的 那些就是ICAK的處理 或者是他最類的 你們 不qué 我 都藏 �를